第1章 好我們來看一下 是非有哪些好用的卡牌 那麼第1章給到的是女巫 那麼女巫在之前的月亮恐龍流盛行的時候 也算是相當棘手的 人家丟出了兩隻恐龍之後按下snap 那你也給人家按下snap 就表示什麼 你有女巫嘛 完全不怕 那現在愛國者也是突然開始猖獗起來 那搭配到奧創 或者是卡扎加bloomabo 那這些持續流的卡牌也是很盛行啊 甚至比較少見的鋼鐵人也一直出現 所以女巫算是應應著meta 是蠻好解牌的一張牌 那大家可以隨著自己遇到討厭的哪一種角色多 我們就可以選擇帶上女巫 那麼另外2張是非好用的牌 算是體質較好的 一張是Jessica一張是救援 那麼我是沒救援 但我覺得Jessica的確是很好用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你可以讓他體質來到48 那在救援這部分呢 雖然說比較容易被人家拆到你第五回合想要幹嘛 但是至少49的體質也是burbomb 不過還有一個機會有可能會被針對到 就是大家知道你第五回合會變成49 於是就放了一張上氣來準備針對你 那也是很有可能的啊 所以要使用的時候還是要判斷一下 那對方的卡牌有沒有可能帶上氣 有一些牌組呢他需要打節奏 所以有可能不會去帶到上氣 那這個呢就要去因應你的經驗去做判斷 那麼下一張是蜘蛛人 那蜘蛛人Spiderman我是沒拿到 所以我沒辦法打出4回合蜘蛛人 5回合下X教授這種經典combo 那你說蜘蛛人適合當作萬用牌嗎 當作一個萬金有嗎 我個人是覺得還好 因為他4-3的體質並不是到非常的強 不過可以搭配一些地形去做巧妙的配合 比如說第五回合只能在那邊下牌 那我們用蜘蛛人直接把那邊封住的話 他就丟不了牌 但是他也只能框住你下一回合 那我對蜘蛛人並不是非常有研究 所以我沒辦法給出太多的經驗分享 那麼下一張上氣不接下氣 真的是很好用的牌 特別是我喜歡在我的牌 是體質偏小的情況下 比如說卡扎流 我們會一直鋪場 那我們並沒有一個主要的大怪 但是就可以利用上氣去咒爆他們 那有時候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是後手的話 那在第六回合我們甚至可以預測 對方可能就是毀滅者 那你一拳上氣給他 那或者是海拉可能會拉 次元行者之類的這種牌 那麼剛剛前面有講到 救援的話你也可以直接一個轟流牌 直接把他咒爆 但是對方有可能預判有預判 就故意不再第五回合在救援那邊下牌 也是有可能的好不好 好 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五費好用的牌 第一張是給到了鋼鐵人 那麼鋼鐵人是可以增加這個區域的點數 但是他不會增加攻擊力 所以你不用害怕可能會被上氣狙擊之類的 那鋼鐵人如果那一區有八點以上 你放上去變成16點 其實他就算是一個五八的體質 那麼就合格 那如果你可以放超過十點的地方 那是更好 那下一張氣旋 氣旋也是非常好用的一張牌 他可以下在第六回合 讓對手以為他準備要勝券在握的時候 你直接把那一隻怪給拉走 那什麼樣情況下你可以準確的判斷 把對方的牌給拉走呢 就是對方有準備下王這種牌的時候 那你看到他準備在第五回合下個白虎 那或者是第六回合有可能有沒有 接一個奧丁之類又再下來 那我們也可以用氣旋把他給拉走 那對手一定會心裡非常高興的想要按下snap 到時候你就讓他吃憋憋 那氣旋還有一個用法就是說 如果你有暴風女下在第四回合的話 第五回合也可以強行的把那一區要下的牌給拉走 但是通常暴風女在第三回合就會下啦 因為我覺得第四回合下可能有一點小浪費 因為畢竟你這樣第四回合 等於是下了一張四二的牌 我覺得體質偏爛啦 我建議可以在第三回合下第三回合下 最主要氣旋可能會放在最後一回合才出手 就是打的對手一個措手不及 要把對方的牌拉到自己的強勢區來 好那麼下一張呢 這個女蜘蛛 那這張牌呢 是可以讓對方的每一張牌的攻擊力直接-1 那這個牌呢 之前辭職二的時候 還是比較多人用的 但是到了大家已經有的牌 越來越多的時候 喜新厭舊 所以這張牌的出場機率就變低了 但是他的確是一張萬金有 因為我們現在主要講的是 這些牌是適合任何任何任何的一種套路 你都可以放進去 不會覺得你怎麼會在這裡 這一種 那由於現在大家都是打這種流派的 所以當然會有一些牌 你會覺得這張拿要很強 又不是很好用什麼的 但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好這個萬金有的牌組 那下一張是驚奇隊長 那驚奇隊長我也是沒用過幾次 每次都是從區域裡面得到的 那驚奇隊長他這邊的combo敘述 是你可以利用奧科爺或者是 納吉亞去增加他的攻擊力 讓他在第六回合的時候 比較有影響力 因為他本來是一張五六的體質 其實蠻爛的 那如果你可以讓他增加到五八的話 那還算是ok 最後一回合他也能夠幫你判斷到哪邊他會贏 但是這張牌的確你想一下 什麼牌組都適合丟啦 但是很多牌組的combo都會在第五費的時候 算是蠻重要的 所以要不要放呢 我覺得還是看個人 我自己就算有 我也可能不會去放他 來看一下六費好用的 那麼第一個果然是我們的美國女士 那美國女士有九點攻擊力 其實還算是不錯 重點是他可以拿來壓縮牌組 讓你在前期比較容易抽到你想要抽的牌 那特別是呢 比如說賽拉這種 你一定要在第五回合之前 抽到 或是卡扎流 那我就覺得蠻適合去放 亞美麗加的 其實真的是任何有套路的牌組 你都蠻適合放亞美麗加的 主要是壓縮牌組 讓你提早抽到你想要的牌 那看一下下一張頓博士 果然是頓博士 因為他給出的體質其實是六十五 蠻強的 雖然說是把五點攻擊力平均分散在其他處 那你說奧創也是丟很多牌什麼的 可是因為奧創的牌都偏小 就是如果你沒去做到combo的話 那你丟奧創的牌其實沒什麼用 這一張頓博士 如果你可以搭配到愛國者的話 其實也是不錯 那因為他也是蠻容易讓對手去誤判 因為對手通常去計算 你六費最多就是給你十二點的攻擊力 但是這張牌的確可以讓對方 無預警的按下snap 然後又無預警的被你給殺 那麼又無預警的把魔方讓給你 而且像是一些場地就非常好用 比如說暴風女用過之後 或是至聖所不能在這裡打牌 因為他的體質是五費 所以其實還是蠻強的 然後或是死亡領域 大家都不能放牌的情況下 你放一張盾博士 因為對方有可能只是放一張夜行者 攻擊只有兩點而已 他可能以為他可以贏得了你 結果你放了盾博士下來 那對方一定會嚇一跳 好 那麼下一張是萬池王 萬池王可以把對手的三到四費牌 全部都移到那個位置 除非那個位置已經滿了 那因為62的體質還是很好的 他最主要可以拆散對方的攻擊力 那我其實也真的常常吃到萬池王的憋 本來是保證贏的 結果被萬池王一拉直接沒了 結果被萬池王一拉直接沒了脾氣 好啦那基本上這就是 四到六費公認 四屆 那麼就是四到 OK那這部影片就介紹了 四到六費 蠻多玩家公認好用的牌 那你有不同想法可以在底下留言 那麼主要的討論還是以 他能夠安插在任何牌組的實用性為主 你不要突然跟我講說 什麼卓拉也很強 那卓拉並不是適合所有的牌組 他需要一種combo 好那今天這部影片到此結束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